資本市場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挑戰 如何可以在順利盲面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 如何可以早人一步攀上行業的風口 我們要把握第一時間 掌握第一次的資訊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回顧一下這個星期的金融要問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第一則新聞 2023年全球最適宜外籍人士居住的國家排名 根據澳洲Nine News的新聞報導 最新的2023年最適宜外籍人士居住的國家排行榜 澳洲又再次登頂了 這份排名主要是由William Russell的分析師 根據就業機會、生活質量和醫療保健等數據 匯編出來的2023年Worldwide Expect Index 致在揭曉全球最適宜外籍人士居住的國家 在2023年也就是說今年年度 在滿分為10分的情況下 澳洲是以8點以分榮登最適宜移居的國家之首 第二名是冰島 第三和第十名是芬蘭和瑞士 澳洲究竟是憑什麼可以拿到第一名呢 大家好,我是澳洲Alison老師 我的頻道是關於澳洲生活、澳洲理財和澳洲房產 我是澳洲房地產導師、澳洲質疑律師 澳洲和香港的持牌地產中介代理 也是新書《澳洲樓打造財務自由》的作者 以下的內容純粹是我個人意見的分享 並不存在任何投資建議 澳洲可以拿到高分不是沒道理的 澳洲有豐厚的資深水平和舒適生活方式 澳洲也是全球遙門的留學目的地 澳洲八大大大學 澳洲有豐厚的資深水平和舒適生活方式 近期排名都紛紛上升 今年全球前50和前100名的高校是有很多間的 教育的資源是其他國家很難比美的 澳洲還有backpacker、working holiday和working holiday的熱門目的地 在很多技能短缺的領域 澳洲還為熟練的工人提供了獲得簽證的機會 澳洲有宜人的天氣 廣闊國土是深受移民的愛戴 澳洲人普遍都很樂觀、友好 還有他有9.08分的高分 是雲登這個幸福榜的榜首的 ABC News在7月21日的新聞報導中提及到 根據澳洲政府上星期五發布的報告 澳洲人目前感到比以往更加安全感和富有 這個報告用了50個指標來衡量澳洲人的幸福狀態 與GDP、還有失業率等傳統指標不同 這個50個指標包括健康、環境、經濟、社區安全 以及營聚等項目的 報告還顯示 澳洲人對自己的工作越來越滿意 失業的可能性亦比以前少 雖然收入和財富不平衡的問題 都沒有太大的改善 但家庭收入藏在財富上升 而且澳洲人預期的壽命亦增長了 出生於2019至2021年之間的男性預期壽命 就是81.3歲 女性就是85.4歲 在驚合組織國家之中排第四位 所以報告結論就是 澳洲人是更加安全感和更加有錢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第一則新聞 報告指出 帕斯的流小匯報率是超過其他澳洲首富城市 根據The Daily Telegraph的報道 來自研究集團Hotspotting的報告顯示 帕斯已經成為澳洲最強的房地坦市場 亦是投資者最快可以享受到房價上漲 還有租金流星的城市 一份來自研究集團Hotspotting的分析報告表明 帕斯作為西澳首富城市 在一系列未來房屋的房價上漲指數中得分最高 包括銷售活動、買交需求 還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 同時帕斯的租房市場 亦是被認為對投資者最有利 帕斯大部份城區的租金匯報率 是遠遠高於東部沿海首富城市 這份報告是由幾方面得出這個結論 我們現在來看看 首先就是第一個原因 Hotspotting的集團報告中指出 由2020年復甦的狀態 去到2021年和2022年的繁榮市場 和2023年的強勁表現 帕斯這個西部首富城市 已成為澳洲最強的房地產市場 儘管受到澳洲全國範圍內的通貨膨脹等波動 但帕斯有三分之二的城區 依然保持著高水平的銷售活動 第二個原因 亦是報告中提及到 自從2020年以來 在人口高速增長 資源行業不斷增長 以及對疫情有效管理的推動下 澳洲經濟取得了長遠發展 同時 帕斯亦是澳洲全國失業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對房地產投資者來說 是一個更安全的市場 第三原因 這個報告整體 有分析帕斯不同的區域 具體來看 帕斯房價增長前景最強勁的五個地區 就是Stirling Canon Rockenham Swan 還有Armadell 最後原因 就是研究集團Hotspotting CEO Tim說 帕斯市場表現是疫情前五年的兩倍 就是因為有以下幾個項目 特別令到帕斯房價大大增長 包括1億澳子的海灘開發項目 8億澳子的Carenup購物中心擴建項目 還有一項浩資7600萬澳子市中心重建計劃 還有與CBD相連的新火車站等等項目 都是對帕斯的樓價增長有重大貢獻 如果大家對帕斯樓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我這幾條影片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最後一則新聞 維州政府宣布 考慮取消1萬澳子的首次買樓補貼 根據澳洲9News的新聞報道 維州政府正在考慮計劃取消 對首次治療人士的1萬補貼計劃 新聞一出 很多首次買樓的人表示 這個補貼對他們未來很有保障 甚至澳洲住樓部發言人Jazz Wilson 也說 取消1萬補貼會對首次治療人士陷入恐慌 因為他們只是想用一套屬於自己的樓 而不是跟政府對半分 這個計劃原本是幫在維多利亞州買一些 價值不高於75萬澳子的新樓 提供1萬澳子補貼 不少維州人士也說 這個1萬補貼是很有幫助的 目前最新的消息就是 維州州長Daniel Andrews表示沉默 但這次計劃如果是取消計劃 最早公佈日期會是今年的9月 我們最近也留意到 在澳洲Real Estate的官方報道中 CBRE的估計就是 根據人口的增長 物業本地區未來三年 需要建造大約10.8萬套公寓 然而預計實際上這段時間之內 供應量會增加3.8萬套公寓 CBRE叫維州住宅項目的總監Andrew說 今時今日租金飄升 投資者亦更加緊張去買樓 因為我們市場上有很多基本因素 都是存在很大很大的不匹配 在澳洲所有首府城市之中 CBRE估計未來需要 57萬套公寓來滿足需求 但目前全國的供應量 只有5.5萬套公寓 在這個市場supply和demand 更不匹配的情況下 令租金居高不下 補貼的政策亦隨時會沒有 所以投資者真的要有非常好的心態 才可以在這個市場上贏得先機 好了,我們今個星期的新人會股 就來到這裏 我是澳洲Alison老師 每個星期就會為你帶來澳洲經濟、澳洲投資 和澳洲房產的新鮮資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給我like我 留comment 轉發我這條影片 未subscribe的朋友記得subscribe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每一次有新片 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資訊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